我们这节目解析一下通过导角制作的摄像机动画 首先在这段动画中我们看到文字如果有很多导角的话 可以借助摄像机的运动和AE自带的灯光 实现非常漂亮的这种延伸的效果 那有人会说这个文字一定非常的长 答案是正确的 回到我们这个start开始的这个合成 这边打开第11个EP 我们的Bival Offset这个EP文件 那这边我们加了一个文字 场景中添加了几台摄像机灯光 然后你选中E3D 选中图像之后可以进入内部 我们会看到我们这个默认的文字呢 是什么内容都没有的 你可以先删掉确定一下 那我们之前完整的合成也点击下E3D 点击下场景试试 我们进入之后会看到 这个文字呢 通过了很长的这个偏移 然后加上倒角实现我们所需要的 这样的一个摄像机的前进后退 或者是旋转的效果 相信我们观察这个文件之后 你会发现非常的容易 那同样我们在开始的地方 选择我们的E3D涂层 进入场景试试 这边有一个位置的轮廓文字 我们就点击下挤压 先把文字能生成 这是默认E3D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文字的一个显示 所以只需要挤压 然后你的这个自定义路径呢是第一个 而且是我们这个轮廓 你就会看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倒角 去修改成更多 前边呢我们也看过 在这个预设中预设的这些bibble 它很多呢有这个多层 比如说一段两段三段 当你给它添加之后 某一个预设我们看到 它就会有这种好几层的这种预设 而且我们在挤压模型中会看到 它有好几个模型 而我们自己在挤压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就只有默认的一个材质球 那我们怎么样对它进行控制 我们可以选中文字的这个挤压模型的这个层 而不是选中材质层 选择模型自身 这边会有倒角的一个副本 默认是一份 你如果改成两份 就会出现bibble2 倒角2 那如果我们看到 如果你在这个bibble1上 先隐藏一下第二个 倒角1上我们选中它进入到这个b 倒角的设置 前边我们看过你可以任意的去修改 那我们这边给它简单的加一点深度 比如说往外加一点倒角 加一点它的这个区率 然后中间这个分段可以尝试加一点 这边放大看一下 这是你第一个倒角实现目前这样的一个效果 通过倒角的深度拉出来 通过我们的倒角的曲度和分段 可以做出第一个倒角 那这边我们做的生硬一点 方便你看到第二个倒角是怎么样出现的 我们给它加个材质 可以进入到材质 比如说Pose Shader这边 进入到后边这些高亮的材质中 那我可以选择一个带有颜色的 比如我来选一个橙色的材质 比如在Pose Shader 1的材质中我加这个橙色 材质名会跟你的这个材质的名称 把图上的名称的重新命名 这样我们看到你第一个材质是这种橙色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选中Bible 2 倒角2显示出来 你会看到两个倒角目前它融合到一起 我们希望它长一点 那Bible 2选中之后可以在几处的地方向内一点 或者说向外一点 但是你发现它和边缘融合到一起了 我们把这个扩展边缘给它缩小一点 只要不重叠在一起 你能看到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倒角 然后这边白色呢就不做过多的设置了 这边可以调一下让它也有一点这种非常生硬的边缘 然后我这个时候再加第三个的话 我是要回到模型的外侧 这边倒角副本最多能到五个 比如我加到第三个 Bible 3出现了 第二个倒角的话我给它加一个这种白色的材质 第三个倒角的话我加一个黑色 在这个黑色的Bible 3的地方我们选中材质 那这边如果你一共挤出的话 虽然可以挤出来 但是它还是和前两个材质 那如果我们把它的边缘扩大 虽然看到了这个黑色的 但是橙色又被盖住了 那如果挤压的话 前边又被盖住了 这时候怎么办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参数 这一片椅 你通过这个参数可以让它跑到前面去 或者跑到后面去 比如我想让黑色在白色的前面 那我这边再把它往前拖一点 在这边可以看到倒角 然后缩小一点 通过这个偏移 再跑到白色前面一点 这样我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倒角 然后你的背面需要倒角的话 比如橙色我可以勾选 那橙色的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极为复杂的倒角 然后选中这个橙色我可以再去调一下它的几处 可以看一下在三个倒角之间的变化 然后它的大小 再加上它的深度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背面的一个深度的变化 再加上前边两个倒角的变化 当然这个白色的话 背部也勾选一下 橙色如果过多的话 可以再把它的这个抵出 往前边移动一点 我们自己呢 非常喜欢这种复杂样式的时候 想把它存起来 那我可以在这个挤压模型的上边去右键 这边我可以直接另存为倒角预设 如果这边不存的话 就可以取消或者是关闭了 那我们重新查掉它 重新减压下文字 前边的这个文字动画就非常容易了 直接在模型自身 添加五个倒角 那这边有五份 你每一份都可以选中 修改它的这个长度 比如第一份我要这么长 然后我第二份通过这一篇移 我比如说往前边或者是往后边偏移出去 这边已经看到了深度 那我第二份又可以继续调整 调整之后还需要呢 再调整这个偏移 我希望它和前一个呢 有出这个距离 这样子我们两份呢 就出现了距离 那你第三个相同的方式 还是需要呢去 先把它长度呢 拉长一点 然后通过这个偏移 这边我们给它偏移出去 所以这边我们就做了三个 然后你的图形先确定一下 当然这个时候呢 在场景中你启用摄像机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去编排这个文字的位置 因为这边画的比较的短 我们在这个完成的方式中可以看到 我们文字呢 五段都是非常长的 然后你摄像机有足够的空间去推进它的距离 我们就不具体做这个摄像机动画了 因为你只要摄像机往前去推 同时摄像机呢 去旋转 就可以实现这个动画 当然我们这一节的重点就是说 你要学会的利用这边的图形 文本自身的模型 把这边的导角改成多个分数 然后通过多个导角 对它选中 进行这一篇一设定